美国政府还开始向日本施压 要求日本采取更多的措施 来减轻排放核污水的影响 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对核污水的处理 并且公开透明的 向国际社会披露相关的信息 日本政府决定将辐射水排入海中 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的 首先就是储存的空间不足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辐射水储存罐 目前已经达到了容量的上限 每一个储存罐的容量 约为1000立方米共进1200个 意思就是已经装满了 放不下了 而再来就是处理的成本真的是很贵 将辐射水完全净化是不可能的 That is impossible 即使是可以的话 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能够 完全净化辐射水的技术 最后就是真的是迫在眉梢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辐射水储存罐 已经出现了老化的问题 真的需要尽快处理 而如果日本继续储存辐射水 将会面临以下的问题 一 储存罐数量有限 无法满足未来的需求 二 储存罐出现老化问题 导致辐射水泄漏 三 储存辐射水的费用高昂 每年需要10亿美元 根据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的10月份 日本储存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辐射水的费用 总计为100亿美元 其中2011年至2022年的费用 约为60亿美元 2023年的费用为40亿美元 2023年的费用主要是用于 建造新的储存罐 维护现有储存罐 还有处理辐射水 日本政府预计 未来的几年 储存辐射水的费用将会继续增加 而202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约是5.1万亿美元 因此储存辐射水的费用 约占了日本GDP的0.2% 这个百分比看起来虽然是微乎其微 然而这只是储存辐射水费用的一个小部分 如果考虑到了福岛核灾的其他成本 像是重建 赔偿 以及对于经济的影响 这些成本是巨大的 而根据日本政府的估计 福岛核灾的总成本 可能会超过10万亿美元 10万亿美元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 平均拥有100万美元 而日本政府在排放辐射水之前 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降低其影响 其中包括了将辐射水中的穿浓度 控制在每公升1500贝克勒尔以下 使用多种方法将辐射水稀释以降低其浓度 向太平洋排放辐射水时 选择风力还有洋流相对较弱的时间还有低跌 然而这些措施能否完全降低辐射水对环境 还有人类健康的影响仍然是有待观察的 处理核废水将不停地被派入大海当中 日本政府表示经过处理的核废水 并不会对海洋环境还有人类的健康造成影响 然而这个决定是确实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些国家还有组织认为排放核废水 会对海洋环境还有人类健康造成危险 日本政府预计将会在30年当中 将所有的核废水排入大海当中 日本政府在排放核污水之前汗之后 是进行了多次的检测 2023年8月26日 日本政府发布了第一份 核污水排海之后的检测报告 报告显示在排射口周围海水的 放射性物质的浓度是低于安全标准的 其中川的浓度为每升0.7贝克勒尔 低于日本政府所设定的每升15贝克勒尔的 安全标准 日本政府在2023年的9月11日 也发布了第二份的核污水排海之后的检测报告 报告里面显示在排放口周围海水当中的 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仍然是低于安全标准的 其中川的浓度为每升0.8贝克勒尔 仍然是低于日本政府所设定的安全标准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也对日本的 核污水排放进行了检测 IAEA在2023年9月10日发布了一份报告 报告当中指出 日本的核污水排放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 报告也还指出 IAEA将会继续地对日本的核污水排放进行检测 除了日本的政府还有IAEA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 也对日本的核污水排放进行了检测 就像是日本海洋生物环境研究所 在2023年9月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在排放口周围海域的鱼类当中 并没有检测到放射性物质的异常 总而言之 目前的检测结果表明 日本的核污水排放对于环境的影响是可控的 但是长情的影响仍然是有待观察 而住在加州的家人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 来预防自己受到日本排放辐射水的影响 一就是避免食用来自太平洋沿岸的鱼类 尤其是大型鱼类像是蝶鱼、鲸鱼、鮪鱼等等 购买鱼类时要查询其来源 如果鱼类是来自太平洋沿岸 尤其是距离日本近的海域 最好是避免食用 碰住鱼类时要充分的加热 以降低辐射物质的含量 二就是注意饮用水的安全 避免饮用来自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地下水 如果住在太平洋沿岸地区 最好购买经过净化之后的饮用水 最后就是密切关注日本排放辐射水的最新消息 而且根据情况来采取相应的措施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减少食用鱼类 使用净水器净化饮用水 以及避免在海滩游玩 虽然如此 美国政府尚未发出任何关于日本排放辐射水 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报告 但是日本排放辐射水的表态 却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面花 首先是2021年的4月份 至2022年的4月份 第一个阶段 2021年4月13日 日本政府宣布将辅导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排入大海 美国政府是对此表示支持还有感谢的 并称日本政府的决定是符合国际标准 美国政府的支持态度也引发了多方的批评 包括了日本国内的反对派 亚洲邻国还有国际社会 而再来是2022年的4月份到现在为止 第二个阶段 在2022年的4月份 美国政府开始对日本排放辐射水的决定进行了反思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仍然认为日本政府的决定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但是也担心排放核污水可能会对海洋环境 还有人类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影响 美国政府还开始向日本施压 要求日本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减轻排放核污水的影响 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对核污水的处理 并且公开透明的向国际社会披露相关的信息 在2023年的4月份 美国国务院是发表声明指出 督促日本政府要继续的与国际社会合作 采取措施减轻核污染的影响 美国政府要继续的影响 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排放辐射水表态的变化 这也反映出了美国政府在核安全问题上面的复杂考量 一个方面 美国政府希望能够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 避免加剧地区的紧张趋势 而另外一个方面 美国政府也需要对核安全的问题负起责任 避免核污水对海洋环境 还有人类健康造成潜在的影响 日本排放辐射水对于生态的影响 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不过科学家普遍认为 排放核污水可能会对海洋生物 食物链还有人类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影响 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生态 还有保护下一代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 关注日本政府公布的核污水排放计划 以及监测的数据 关注国际科学界对于日本排放辐射水影响的研究 选择食用来自其他地区的海产品 以及支持核安全研究的机构还有组织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保护自己 保护生态 保护下一代做出贡献 你现在知道这些神秘之水 对于我们的健康 环境还有未来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了吗 零零深度研究了这个事件 将真相还有科学带到了你的面前 让你有完整明确的了解 不要真正引起大家的关注 让更多人看见这一切了解 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给我们一个赞 让我们知道你支持我们而努力 而转发不仅仅只是一个点击 它更是一种力量 帮助我们将这些重要的讯息 带到更多人的面前 现在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让这份真相 这份知识 在每一个角落都能被看见 被了解 毕竟知识就是力量 而你的每一次赞还有转发 都将这一份力量倍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